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冷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 我们今天再来玩一下 急速三国 今天晚上就是我们的关渡之战的首战 应该不会用直播的方式来讲 基本上我今天应该会倾向于是用 影片的方式来跟大家陈述这个游戏 这个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讲的是冷月最讨厌的活动之一 可是又不得不打 因为就真的很无聊 所以我们会用影片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下陈述跟讲解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 主要是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们的活动的部分 没有错 我们最重要的玉兔再次登场了 不得不说 这一个月出了胭脂又出了玉兔 两只加起来快一万了 是真的是很贵 就它出的有点太平凡了一点 一个月出一只现实保护我觉得合理 它这样每周每周出我就有点硬 那玉兔呢基本上是后期所有的坦将 或者说它是一只很泛用的一只做起 如果说你今天的目标是玩果子 玩这种经锅类型的英雄的话 那玉兔可能不管 可是如果说你是玩可能像什么孙策啊 赵云啊或后续可能要走孙间 玩一些比较偏坦型的英雄将 坦型的英雄 不管是兵种将还是英雄将 玩坦型的英雄 这只玉兔基本上都算是一个必备 那最主要是它的五星效果啊 我方英雄技能一旦被阻止 即可发动月落星辰 消灭敌方全军10%最大兵力 它是最大兵力 它不是当前兵力 这个很重要 你看很多现在的趴商都是当前兵力 但它是最大兵力 也就是固定打你一成的兵啊 并且导致寒战效果 寒战非常恐怖 那这个是什么 专门克制无懈的一个 技能 等于说我只要 像我赵云好了 拿赵云来举例 像赵云英雄技 我假设是铁币 然后我先手发动 它把我无懈掉了 它就会处于一个寒战的状态 当然啦 铁币被无懈掉最惨 因为它是战前准备回合就开始的 那这对于玉兔来说呢 等于说你战前回合 没有任何的对局 你的那一回合就结束了 所以最好是你先手出招 然后远一的技能被它无懈掉 这样子 那又讲真的 无懈现在最大的效果是两次 所以等于说 你是有机会触发两次寒战效果的 整体来说是非常的强悍 那除了对 我记得还有其他角度是会 有机会让对方发不出招的 有一些角色是会限制敌方发招 那这个也会触发我们玉兔的效果 到现在临时想不想是谁啊 然后讲真的如果你选择克了玉兔 然后你又是玩赵云的玩家 那其实讲真的啦 那个云招马对你来说就不太重要了 就如果你是选择你有克金的 那云招马云招剑这个组合 其实就可以选择不需要这样子 可以玩明宏刀配我们的玉兔啊 强度也是不差的 所以今天变成说 如果你买了玉兔那你抽 云招池的重点就变成这个未了子这些了 就变成这些装备是重要的 然后我觉得 算了祝融线没有要练 先随便装吧 因为今天为了要拆那个 要拆那个什么 要报名那个跨幅站 所以把装备都拆一拆了 把官员当成阻力上场了 这变成说我就是稍微的 把宝物调换了一下 那现在只好变成这个样子了 好那我们今天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庆典的装备啊 那一样冷月又又花下去了 所以大家看到冷月为了测试装备的份上 花了这个这个兔子啊 那就帮冷月多点几次点月率吧 再这样其实讲真的买这种绝世礼包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点 就是他不获得元宝 也不参与其他除职活动 等于说就是单纯花钱实买这个东西这样子 那其实讲真的啊 这是很亏的一件事啊 就对比你吉他累除活动来说 这是很亏的一件事情啊 那不过这件装备的泛用性也是真的高 因为只要你是玩坦型英雄的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他都能够拿来运用 所以基本上我建议 如果你是有要玩坦型英雄的 这一只马一定可以刻起来 不用疑惑不用怀疑他就是这么的好用 那这边的话 好 好 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要这边准备结束 基本上我们一样做个评分好了 这一件玉兔算上价钱的话 如果今天你是有能力刻的玩家 这一件玉兔装备 我觉得可购买的推荐度到达五星 因为其实这件装备 在原始的伺服器当中 它是比较晚出来的 算后期才推出的装备 所以大家看到它的效果 其实是非常多元的非常强悍的 因此今天如果你说 这件装备值不值得买 以初期的角度来讲 它非常的强势 非常的强悍 毕竟在原始伺服器当中 它是到五赛还是四赛才推出的 那现在二赛就让你出来了 甚至有的一赛可能就出现了 所以我必须要说 今天如果你是有能力刻的 就把这只兔子刻起来吧 相信我绝对不会亏 整体的泛用性是相当之高的 甚至后期你玩闪套英雄 它也是非常的强悍 非常的有用的 好 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准备结束 那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冷月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透透的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冷月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by bwd6